词曲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快点 你这个笨手笨脚的 这点事情也做不好 我是用来伺候那小子的 灯笼破那事 我还没缓过劲 你怎么在这呢 光吃了个糖衣泡蛋 真是不开窍 我又哪错了 我一眼就看出这小子财商抽群 不好好利用他来帮我们赚钱 那不是太可惜了吗 快点准备好吃的过来 来啦 来啦 快点准备了 快点准备了 元宝 吃鱼 这可是我让人刚抓上来的 新鲜着呢 就吃肚子上的肉 来 换一条 一会给猫吃 别浪费了 不吃 我爱哭骨头 对 长身体的时候是要多吃骨头 瓦罐胃汤是小火炖了十几个小时的 糖情会浓 这个是冬瓜小排糖 你先吃着 这儿还有放茶树菇的 有放青木瓜的 有放白萝卜的 还有甜的 你慢慢吃 慢慢吃 元宝 洗澡水要热点还是凉点的 热点 元宝 最近我正在创作一本财经体材的小说 想请你一块帮着出出主意 没错 头脑风暴 老板 您还是作家 不敢不敢 文学青年而已 可我对文学一窍不通 帮不上忙 不用通文学 你只要帮我想些能赚取暴力的法子就好了 赚取暴力 他那个不是财经小说 里面有个坏蛋奸商 所以需要想些赚黑心钱的法子来刻画人物 原来是这样 赚取暴力的法子其实有很多了 比如说 比如说 在非常时期囤积粮食 炒高粮价 就是它了 就是它了 这就是传说中的创作激情吧 非常时期 会有什么样的非常时期呢 凡人小镇的粮食几天一来一次 五 三 三天一次 原先走陆路就是五天一次 后来元宝找到水源 挖了条河 粮食从水路走 就变成了三天一次 好 那我们就有三天 三天围长时期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三二三四 好 元宝 你这是去哪儿 走了 你不说我就不让你走 你倒是说 我听吉老板说 最近盗贼横行 周围的镇子都被截了 现在水路路路都被截断 粮食都运不进来了 我们这儿从来没发生过这样的事 不可能 就是 以前你们这儿穷 盗贼看不上 现在凡人小镇有了水 就成了盗贼下手的目标了 我看我还是千作为妙 那我们家岂不是第一 呗 乌鸦嘴 咱爹可是镇长 谁敢来抢 就是 你说外面现在不安全 留在这儿还有我们罩着你 就是 好 我留下来 大家一起共渡难关 只要我们齐心协力 一定饿不死的 再说了 你不是那个什么 一只喇叭花 什么喇叭 是一只梨花鸭海棠 风流替躺 小蛟狼 气子堂包虎羞煞 楚流香 陈城江湖一之美 原始混沌下 太饱 就是 没有你搞不定的事 元宝小贴士 战国策 魏策二中说 夫士之五虎名矣 然而三人掩而成虎 这句话就是 比喻说的人多了 人们就会把谣言当事实 什么结肥 什么结肥 有多少人 他就死了 你说怎么钱庄做起粮食生意来了 吉老板是什么赚钱干什么 看来最近卖粮食肯定有的赚 这里有卖 我找遍了小镇的粮店了 只有这里卖粮食 那粮食真的送不进来了 那得赶紧买点米回去 是 是 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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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 疯路了 出不去进不来了 你这奸商 你这奸商 有钱就有粮 有粮不要娘 没钱编上让 别把路给挡 我们就这些钱 你看够不够 你们把钱当饭吃 不是说昨天刚拿了零用钱吗 就这么点 只够买点米味剂 乖猪猪 这些钱是有很大用处的 你听话 把钱拖出来行不行 龙小侠 懂什么时候了 就我们三个不得用的 我为民除害 徐罗呢 别急 我龙小侠一出马 解决问题就是一二三 不要熬造型了 快点说正式好分了 小熊 你把情况告诉龙小侠 在江湖上有我龙小侠不知道的事吗 你说怎么办了 我说我还是找我爹去 我爹最大 什么事都他说了算 就是 最后肯定还是我龙小侠出马 一切尽在掌握 不等等愿宝了 不等 江湖男儿最要紧的就是时间观念 我来了 不会吧 只是迟到了半个时辰就不等我 还是宠物贴心 软队后台梁架 好意到底 去十二手 写烧 去十二天 skeptical 写烧 咱俩可就长两了 就是 就是 букв Ignore 所以我每天夢域感觉 自己的法力不便 心情絮理我 开闯新世界 猜生就是我用真心改完一切 拓鸡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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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拙鸡拆 跟着我一起的深海 赳鸡拆 拐鸡拆 所有的高мотр都要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